亞洲學會二零二四年展望年會上 中國的前駐美大使崔天凱先生 是發佈了有關於中國一系列外交問題的看法 那麼我們也知道崔天凱現在是雖然沒有官方的頭銜了 但是中國通過前官員 在美國重要的非政府智庫進行某一種立場的宣誓 也一直是為領導人代話或者是燒信的重要方式 而在這一次會議上 崔天凱大使其實也帶來了幾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既有有關於中美關係的信息 也有關於台海問題的相關表態 崔天凱大使到底說了什麼 江友有沒有關注到 1月25日 崔天凱在這個出席了一個美國智庫舉辦的活動 是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所舉辦的亞洲焦點的這個活動 他是在這個活動上做出了一番表態 他說的是中國不會掉入別人設下的台海戰爭 也說中美之間的信任度確實很低 但是這個並不能代表未來 他認為中美兩國要互信加去累積互相的信任 首先要有善意和誠信 其中崔天凱談及台灣議題時說 中國終將要實現國家統一 但是中方當然希望以最符合中國整個國家利益的方式 包括兩岸中國人利益的方式來實現統一 中方當然不想看到中國人自相殘殺的形勢 那不是中國人的做事方式 崔天凱這裡就說 我們不會掉入有些人給我們設下的陷阱 他們提供軍援 為代理人戰爭提供武器 想讓中國人殺中國人 我們不會掉進那種陷阱 那在這個2013年至2021年 擔任了8年駐美大使的 中國駐美大使的崔天凱就說 對美國的關係一直是中國外交的優先議題 那中國領導人已經是清楚表明 中國想與美國做夥伴做朋友 美國怎麼回應呢 是美國的事情 他也承認中美兩國現在的互信很低 認為兩國是要累積互信 那首先是要有善意和誠信 關於崔天凱的這番言論 他講的大概來說就是兩方面的內容 一個就是說 中國人不會掉入別人設下的 台海戰爭陷阱 中國人不殺中國人 他另外還展望了一個中美關係 在未來的發展 他說兩國雖然現在的互信很低 但是要累積互信 要雙方都獻出某種程度的善意和誠信 對於崔天凱的說法 或者是說他有一些言外之意 怎麼去理解 這裡想請教一下立基 好我們首先先說中美關係 崔天凱表示 說中國領導人 這裡就是習近平 說已經清楚地表明了 我們願意和美國做夥伴和朋友 這是呼應了之前劉建超 劉建超部長到美國來所表達的含義 同時他有一句話 叫美國怎麼回應是美國的事 這其實就體現出了現在中國領導層的另外一重善意 就是善意可以是主動的 即使不是雙向的 中國方面也將釋放善意 那麼這恐怕對於現在白宮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定心環 特別是在未來一年美國大選 有關於中美關係是否會脫軌的聲音質疑不斷 那麼這是崔天凱大使帶來的一個好消息 而關於台海問題上 他講到說會符合整個國家利益 有利於區域穩定和和平的方式來實現 他同時講到說自相殘殺的結果是我們不想看到的 也不是中國人的做事方式 似乎仍然把台海問題和平為上放在矚目的焦點 同時有一些話他說不會掉入陷阱 他們提供軍援為代理人戰中提供武器 是想讓中國人殺中國人不會這樣做 這實際上就呼應了美國現在 在一些政策討論圈可以說甚囂塵上的一種觀點 就是認為習近平現在已經在不斷備戰了 因此美國要武裝台灣到牙齒 以應付習近平和北京可能出現的主動進擊的行為 而崔天凱對於這樣的現象 他認為這是一個陷阱 也就是說有人故意想把中國引入自相殘殺 這樣的一個局面 而中國是不會掉入那種陷阱的 言外之意就是現在呀不會上你的當 不會因為你鼓吹我們要對台灣進擊 向台灣提供武器 就真的向台灣採取更多的 我們叫做進擊性的行為 那麼儘管崔天凱先生現在本人已經沒有官方的職務了 但是這樣的信號對於主望兩岸和平的觀察人士來說 仍然是一個非常明確 同時也是一個非常正向的信號 有關於台灣大選之後三方克制 我們之前也在節目中為大家介紹 目前來看的整個台海的局勢仍然是較為穩定的 儘管可以說擦槍走火的這樣的一個風險是永遠不是零 兩岸的喊話言辭以及進擊性的言論也時不時的出現 我們之前在中國簡報中也為大家介紹 就在新年前夕 我們也看到解放軍再次在台灣上空進行示威 而這一次持槍的解放軍還首次搬上了春晚的舞台 可以說這一種宣傳還有威脅的含義 還是十分明顯的仍然不能掉以輕心 在今天節目最後我們還是感謝給我們打賞的觀眾朋友們 感謝麥團感謝藝人感謝金山感謝雲水感謝如是我聞 在今天早些時候在華爾街電視為大家首播的思想線據報節目中 我們特別為大家分析到了近期股市的變化 二零二三年美股一片大吼 二零二四年是不是能夠繼續漲勢如虹呢 美股成績單之後 大家特別需要關注到哪一些危機點和特異現象 這是今天我們與大家分享的話題